挺高的近一个月 摸App去干嘛了 答案是搬了个家 顺便布置了一下自己的快乐屋 虽然买的LED灯条没有到 但是这几年买的一些模型都已经摆出来 所以今天就来简简单单报个柜吧 不过先给你们看看我平时的工作区域 这一年多基本都是居家办公 趁着这班家正好清理一下桌面 当然平时摸鱼笼的PS4和PS3也不能少 那接下来就来看看三年来我买的一些模型吧 像这边第一第二柜子 基本上都是一件小比例拼装 其中一些我也做过定格动画或者评测 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我的主页看一看 这里不得不吐槽一下C的系列的模型居然小履历 非常占空间 还有就是1比100的模型伪大都穿在最后一层 第二柜子上我放了一些阿姆和夏娜的特价 也为之后发作2G很忧郁的路位置 第二格这里主要放了一些平衡三部雪小比的屏装 接下来就是一些H系的主演机了 说实话素质还算不错 所以以后我也会多软一些 最后一格是一些M系的模型 这个格子有些拥挤了 我看看到时候怎么样收拾一下 第三个柜子上基本上就是一些超级机型大弹系列的超合金玩具了 有一说一成品玩具的质感的确不错 唯一的问题就是跨关键趁久的会松 这个没有别的办法到时候只能自己修复的 第二第三层这边我基本上就是放了一些七八十年那样的超级机型系玩具了 像是魔神戴塔吉姆王还有长篇中三部曲 以及这个雪板的博弈合金的战果魔神 最后两篇的话基本上就是放了一些拼装的超级机型大弹模型 其中主要就是万代出的一些H系拼装和石弯 以及GSC处的冰装模型 有一些模型出品的的确比较冷明 因为出发了大力气才收到的 第四个柜子上就是放一些MG和MB的成品 这台柜子是龙桃子的Tina也不知道还能认识到 这台柜子放的模型不是太多 各位就随便看看吧 最后一个柜子放的基本上就是一些真实四季系的模型了 其中有些成品随着绝版炸飞的水涨船高 都起来还是挺痛苦的 而这边的柜柜红系列的高达的话 我也是随着自己兴趣啊 毕竟有些时候小笔的拼装实在是拉垮 最后的话基本上就是一些万代出的拼装人型了 以及一切因为一时兴起而购买的 不知道该怎么分裂的模型 那我的柜子基本上就分享包装了 我也会进化恢复更新 所以各位就不要再吹更了 当然选up进化更新的话 就麻烦各位多多点赞收藏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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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